有个消息比较令人吃惊 俄罗斯发射的朝鲜提供的导弹里面 竟然有75%的配件和美国有关 看来美国多年对朝鲜的所谓非常猛烈的制裁 现在是泡汤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明顿评 英国国际调查组织冲突军备研究所 就是简称CARNA 最近出了一份报告 他们从俄军发射的朝鲜生产的KN23和KN24 短程弹导弹残骸之中 分批就取出了多个零部件 比较有代表性的300多个零部件之中 75%和美国企业有关 16%和欧洲企业有关 不过这份报告相对是比较笼统的 他们只是说在他们收集到的这些残骸中 进行了拆解分析 所以我认为 他这个75%并不代表朝鲜这些导弹的大量的这个P4生产中的状态 也就是说呢 这个75%的比例太高了 也没准英国这边拆解的那些残骸部分 大多是导航和通信部分 那么这个呢 又正好是美国零部件比较集中的部分 事实上来说 我个人认为 如果说朝鲜对美国 对西方的零部件 75%加上这个16%就高达 百分之九十几了 那百分之九十几都要从这个美国和西方来的话 那朝鲜这边也不可能大批量的常态化的生产这些短程的弹道导弹 这个KN23啊 就被称为朝鲜那边的伊斯坎德尔 因为你一眼看上去吧 它太像俄罗斯的这个伊斯坎德尔导弹了 所以大家呀 总觉得这是应该是俄罗斯那边提供的技术和关键的部件才对 谁知道这个大多数呢却来自于美国和西方 那么这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娄子 让美国的制裁这就跑了汤呢 首先我们来看啊 这些零部件多数呢是应该通过走私 或者是第三方流入的朝鲜 但是呢 你这只是一个渠道问题啊 你源头生产产家 难道就不知道这些零部件去了哪里吗 在英国的这份报告里面说啊 这些零部件和美国的企业相关 那这个相关呢 它这个其实说法也比较模糊 那这有可能 一种可能的是美国企业制造的 还有一种呢 是经过美国的企业或者机构进行了二次组织配套而来的 总之啊 你不管是哪种情况啊 它的源头 这个源头方 它应该是心里有数 这些东西最终是去不拿 第二呢 英国这个 CAR这个给的这份报告中啊 它并没有说这些零部件的具体的规格和等级 是不是军用级的专营零部件啊 这个呢 还没法确定 但是啊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啊 这个很多民用零部件能做到的精度已经非常高了 那么民用级啊 就没有那么严密的这个严控的措施了 朝鲜拿到手 也就是不奇怪的一个事情 但是能有长期批量的供货源头和渠道的话呀 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这意味着美国和西方的企业它主动参与了 至少是这些企业没有主动的去干预去拒绝 当然了 咱们也不排除啊 这些零部件有些可能就是仿制的 仿制美国生产的 不是美国生产的啊 甚至说是仿冒的 你要说大量的存在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你即便有的数量也不会太多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啊 其实是让美国挺担忧的 即便是非常严厉的制裁 但是呢也拦不住它自家生产商和经销商的这种通敌呀 也就是说朝鲜可以继续保持甚至发展重要的武器装备 外界呢就低估了朝鲜的能力 而更让美国担忧的是啊 朝鲜都能这么搞 那伊朗俄罗斯呢 它也有可能用同样的办法获得美国和西方的零部件啊 那这个麻烦就大了 实际上相当于这些制裁就没有效果呀 所以看来制裁这件事啊 你看上去吧 特别厉害 轰轰烈烈的 实际上呢它也是漏洞百出 并非舆论所渲染的那么有效